星期二早上八點零七 KD趙麗伸個懶腰 包子趙麗 啥也不說 母雞蹲 小老夫 小老夫 包子 不要來搗亂哦 陰沉的一天 好像這周要下雪 剛過完年據說要下 一直沒有能下來 如果這周可以看到春雪 還是挺值得期待的 目睹了一場車禍 那個車被撞得好慘 保險剛剛都掉了 我在開車的時候 錄像一般是不看攝像頭的 所以開車的時候還是非常小心的 早上起來感覺臉都是腫的 所以喝一杯咖啡 消消肿 開啟忙碌的一天 上午的11點20 已經有點餓了 打算這會兒出去吃個飯 一是躲避飯點的高峰期 二是想中午去附近的杜藝公園轉一轉 吃完飯遇上下課的大部隊 幸虧錯過了 不然這會兒都找不到地方做 這會兒大家都去吃飯了 主管應該人比較少 先買杯咖啡 點杯拿鐵咖啡 有很多學生在這兒複習 這邊的書架上有很多書 過去看一下 都是非常暢銷的書 拿了一本耶路撒冷3000年 在圖書館待了一會兒 這會兒還早 打算去逛一逛都藝公園 這邊明顯感覺環境好了很多 兩邊都是樹林 有很多帳篷 夏天的話非常的熱鬧 兩邊都是開闊的草地 把車停在了P4停車場 杜藝遺址公園有很多停車場 平時節假日的話 人特別的多 但是也不覺得擁擠 因為這邊場地特別大 還有很多房車停在這裡 因為今天是工作日 所以人比較少 這裡原來應該是一片村莊 是看守杜林人所居住的村莊 有這樣的忙 汉宣訂 汉宣邸劉袖的一生程的坎坎 他的原名叫劉並ay 她的爺爺應該是魏子夫的兒子 當時的太子劉懖 西漢當時著名的巫古之室 被汉武帝废了 当时的刘病乙 还是墙堡中的孩子 后来就流落民间 他的故事非常的传奇 有一部电视剧讲的就是 刘病乙的一生 叫云中哥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Angela Baby和路易演的 后来刘病乙当了皇帝之后呢 因为要考虑到碧会的缘故 所以就把自己的名字改名为刘巡 他在位期间实行了很多人证 使得西汉王朝实现了中兴 史学家们称其为西汉中兴之主 汉宣帝 他的陵墓就在这附近 然后这一片杜邑遗址公园呢 都是看守杜邻的那些人所居住的村子 这边还有一些球场 春天来了 如果不开车的话 想把这片公园走完 需要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吧 有人在挖野菜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转发留言评论 我是Kitty包 在西安与两只萌猫一起分享我们的日常生活 带您领略古城西安的风土人情 历史文化古迹和传统美食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